186. 《文匯報》 人行與南非簽人幣清算備忘錄 2015年7月8日中國經濟 B03香港《文匯報》信中國人民銀行宣布 已於近日與南非儲備銀行簽署了在南非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的合作備忘錄 之後,中國人民銀行將確定南非人民幣業務清算行 人行指出,南非人民幣清算安排的建立 將有利於中國和南非兩國企業和金融機構使用人民幣進行跨境交易 進一步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 據人民銀行最新一份人民幣國際化報告 2014年人民幣國際使用繼續取得較快發展 人民幣跨境收支佔本外幣跨境收支的比重上升至23.6% 所以即便